美国一强硬举措激怒中国,该领域砸1500亿美金,坚决于每一拼高低。 航发抑制我国的弱象,近年来才得到解决。 美国为首的西方持续对中国实施武器装备、航天领域、高科技禁运数十年,中国没有因此愤怒,而是一直在默默努力,韬光养晦数十年,至今终于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虽然综合比较,同美国尚有差距,但已引起了美国的警觉。 美国清楚知道,所谓贸易逆差只是几口,真正的意图是打击中国科技发展,301调查最终的结果指向中国制造2025计划,而对中兴的禁售属于撕破脸的举措。 美国在民用领域对中国痛下杀手,中兴背禁固然可怒其不争,但是美国的意图暴露无遗,在发动军事战争会导致所有人都无法承受之重的情况下,美国发动了一场披挂经济外衣的科技战争。 资料图,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 科技发展一直同军事力量相辅相成,即使是被解除武装的二战战败国日本,也因科技的发达让其规模并不算大的日本自卫队,成为世界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 美国在冷战中取得胜利,科技的发展居功至尾。 数十年来,科技霸权也让美军拥有了傲视全球的军事霸权,以至于肆意的耀武扬威,拿一包洗衣粉冒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可以发动一场让伊拉克死亡上百万人的战争。 打击中国的科技发展来遏制中国军事,经济的提升,是美国的战略举措。 而晶片不仅在军事领域还是民用领域都至关重要,恰恰中国在经过这数十年发展,晶片行业还与美国有助巨大差距。 军用领域 。 资料图,晶片制造。 而在民用领域,高端晶片依旧被美国等西方企业卡住了脖子,以至于中国大型科技企业的中兴被美国人禁运就面临可能破产的窘境。 一直以来,美国为首的西方每年都在对中国的禁运清单上增加新的高科技产品名录,对中国步步紧逼,中国不得不退售。 而现在,对中国制造2025下手和中兴被禁事件显示,中国已无路可退。 美国媒体称,美国的举措激怒了中国,中国发声,国之利器岂可受限于人。 未来十年,将投入1500亿美元,在晶片领域持续加大发力,打赢这场科技战争,抢占全球领先地位。